五十屆青春杯于秋竞标赛进入尾声 最后一天赛程 场上选手吸引大家目光 右边域常见的单打双打 除了独有的三对三赛制之外 每组选手年龄加一加 更高达220岁 尤其最后拿下甲组三批冠军的陈老师 今年82岁依旧跑到未老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打了 我进土地拿以后就开始打了 那王麒麟跟李扬是我的同事 青春杯极标赛历久不衰 如今也举办了五十年 除了给这些长者一个切磋竞技的舞台 跟什么能够提升国内预求风气 这个一定要靠年轻一辈 慢慢培养起来 因为老一辈的话 已经走下坡了 所以一定要跟乒乓球也一样 棒球一样 先把年轻的信任起来 四方宇宙运动能够深耕基层 永续发展 至于这些引发欠向呢 则是要 打大VB 罢线 华铁体 采访报道